大家好我是2023年版的玄大明白 Happy new year to you Happy new show 咖长城气氛这一块我熟 我以前我们单位过年过节冷场全靠我 社恐那几个愿意提早回家的都特别感谢我 直播有起色了 咖咖系统就提示哥 萨斯卡德斯第一了 自老上回有很多女粉自成女粉的刷屏之后 就让我感觉很多看直播的提问的也都是女粉 整个直播间香飘飘那种 所以各位小兄弟又想削后小姑娘的到我直播间来 啊晚上12月31号那天我白天直播的吗 直到我皮特别爆 大家就小心翼翼的问我 你个老孙彩为什么挑这么格路的时间直播呢 耽误我睡大觉了 知不知道 我霸气的回应啊 我说晚上平台不是有晚会吗 跨年晚会 我啥意思我不想分他流 不想跟他抢流量 正面刚有啥必要呢 咱不说体量大小 我就分走他十个八个 我是不是也分他流了 我是不是就跟平台树敌了 那不划算呢 做人你必须得圆润圆滑 我差点忘成三咖子 咱还不太懂了 三安德利的一个老牌咖啡 就瞎你们一拘令 我研究了两天腐带 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变化 加上我添油加速的思考 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有些人不太了解啊 什么是腐带 腐带就是日本每年年初都搞的一种特价盲盒大礼包 日本人以前特别痴迷这个腐带 边缝的时候 几乎日本所有的品牌商场都推出他们自己的超值腐带 让很多人为之疯癫 就包括索尼苹果这样的 而且以前惊喜彩蛋的概率不低 这玩意也确实让日本以前的年味充满了期待 不少年轻人在12月31号的晚上 不去跟家人在家团聚 大朗天跑到外边去熬夜排长队 第二天去抢购腐带老卷了 就像我跟胖亚瑟 当然了 我跟他之间是他先卷的 腐带给我的印象至少以前是这样的 就日本人给人印象说比较冷静 比较缅甸 在腐带面前 我认为他该冲还得冲 哎呀呀啊啊啊な 呀呀呀呀呀呀呀 �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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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今天元旦 我把这个购带的过程拍下来了 结果视察你们就看 另外呢 这一次出去玩呢就迫不得已 就把这个女配酒 你们嫂子也给带上了 完事也顺便给你们 看看日本的元旦伤场怎么样 咱就来到了有都巴西 没有附带呀 这玩意能动了 这不过大雷蛇吗 卷发棒 我有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来空气刘海 哇呀 这啥呀 这不是广场舞吗 广场舞神器吗 有这个咱就可以东京站前面了 这什么玩意 没买啊 这牌子你记得吗 这不那个幻觉手机那牌子吗 这还是幻觉这个 38000日元买个这个 这啥呀 西神器的加湿器的 这什么灰椒菜板 哎呀 对我一点没有诱惑力啊 没有想要的 走 出去看去 大家是买这个 这全没了 这是 我逛了这么半天 这也没找着复带呀 没有啊 没找着 这不是飞车厂经常出现那个地方吗 第二天 昨天没买种 今天把女飞脚搬去了一块去 一买 你飞车给大家拜个年 HAPPY NEW YEAR TO YOU 洗澡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阿克香红包 福袋 怎么着 大灯花包呢 Sleep like an angry angel 其实不是福袋 福袋是盲盒嘛 50% off 47% off 都打半价什么的 丑什么丑 咱俩来的时已经中午了 所以咱俩想 干饭先 带过菜 一起买萨妈 晚上叫我的 顺利哥萨妈 选公子 不能叫公子 公子的话就全场我给卖单了 沙发大卡座 你好好的 这个行 这个 肉丁盖饭 嘎泡萨 探讨一下 吃啥 今天让小孩吃药 就跟小孩就斗智斗勇 干了没 下药的 这个桥段 哎呀 我刚要唱两句 福袋来 他跟我说这沙拉是迷你的 太迷你的了 这个 尺寸 有点 我俩一山不容二虎了 因为 趁他不注意 我先来大口 一面上来了 不是一面 太面 东阳宫的面 这边有点 这边有点 但是这边有点 太大 哎呦 这个鸡肉 这个酱吃 我的吃饭真好看 啥 想干扫子 他吃饭跟我吃饭不都一样吗 都是固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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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心没肺的呀 我感觉你吃不得没有想 昨晚吃虾吃太多了 一晚上我都狗漏着腰 直接打折 这不咱小时候看那个吗 爸爸爸爸 又衣裤也没有福袋 它就是正常的大醋 没有咱们平时说那种福袋 体育用品福袋 电气点 就是福袋多 它这个上面已经都写了都是啥了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觉得就没啥需要的了 如你们所像啊 就真正意义上的那些福袋就没有了 就是能让你心跳和血压都飙高的那种芒格福袋 反正至少我这两天元旦去看是没有看到 取而代之的就是直接了当的促销 或者是它直接在福袋上面 就把里边具体是什么东西都给你写清楚了 它这么整的话我就没卖 因为确实我都不需要这些东西 与其说叫福袋 更像是把几个产品变成了一个套装 装到一个红色的袋里给你个打折架 大部分在日本的朋友应该是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我还有一些日本大咖的总结 在二次翻炒总结了一下 最主要一个大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现在电商互联网发达起来普及起来了 这导致信息对称了 消费者变得更聪明 smart 加之这些年日本奸商不断增多 更是倒逼促使了很多消费者变得更聪明 承不承认 其实很多都是清库存的 没几个人真正跟你庆祝新年快乐 我倒不是说全部各别品牌粉别杠啊 在日本买过福袋的朋友一定有亲身体验 大多数情况下里头的东西都不是你想要所期待的那个东西 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库存箱底的东西都在里头 总言说那一整袋东西它超值吗 单从价格层面上来讲的话 大部分情况下都都是超值的 不然干死它 但是你这么想如果这个东西对你没有用 你不需要你不喜欢 那它其实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 只有一个价格价值和价格对等是正常 价格对于你来说低于它的价值 这叫超值 就比如说你现在给我一套球杆 给我个冲浪板 不管它多贵 对我来说不会我不玩 那就体现不出 而且我也感知不到它任何价值 再比方说像PS5这么好的东西被你意外获得了 但是你不玩游戏 你对游戏一点兴趣都没有 那它就对你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 看视频的小伞里边如果有这样的朋友 请联系我我会让它变得有意义 就如今的附带 就比如说像食品这样的附带 我就能理解也能接受 啥意思呢 它商品比较单一 比如说炸鸡 平时1000日元这么一大盒 今天附带给你两倍大 这就是超值 也就是它允许的期待和惊喜的范围很小可控 我不能理解的就比较最典型的就是服装的服带 它就是一大堆衣服给你包一个服带 其实我们平时逛街买衣服的时候 可能是看了几百件衣服 能选出来五件十件去试 最后买一件很挑 你不喜欢的东西它打折你可能也看不上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服带的时候 他们就能无底线的包容这些问题 我要抱怨了 所以以前在日本就有这么个奇观 色谷109非常有名的一个卖衣服商场 每年排队的小姑娘都是提前前一天晚上过去熬夜排队 第二天早上冲去买各种女装服带 但是他们买完了不回家 第二天他那门口的广场全是人 多的时候可以达到万人 干什么呢 那个叫服带交换现场 也就是说很多人甚至大部分人买到的服带 里边那个东西都是自己不喜欢的 不需要的 他买完了那个服带 除了还得在这么一个二级自由市场里边碰运气 但是你要知道在这里边 你要是想碰到一个对的人 对的款式对的尺码对的颜色 对方还得愿意跟你换 你手上还有别人看得上的值得跟别人换的这么个装备的时候 才有成功的可能性 熬夜冲进去买只是刚刚开始 你可能还得白天摊 所以大部分人最终都是以算了吧的心态回溜溜的回家 你这算是什么超值购物体验 你这过的算什么年 纯纯大冤种 你何必至于吗 有人说109里边卖都是牌子 他有可能是品牌的忠实粉丝 忠实个屁 他除了还跟别的品牌换的吗 这不这些我觉得都不算最糟糕的 毕竟他那种正规商场里边卖都是真正品牌货 但是其他各行各业里边还有很多奸商他这么干 很多过季的 大胆前卫没人敢穿的设计 非大众一般人身材的尺码 不适合穿出门的颜色 放电头被试穿一年多 领口都包姜的样品 整一包打个折 超值 开玩笑打个比方 咱看一下实际上日本人晒出来的他们踩过的坑 他们管辅袋踩坑叫 可以叫郁闷袋吧 他收到这个辅袋 生姜芥末辣椒酱的芒果辅袋 而且保质期都是到这个月 他这个月每顿饭任何菜都得上芥末 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还有这个 鞋色高性价比 淘一把潮鞋 竟然到了两双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哎呀店家的潜台词是铁子实在不好意思 这一款实在是库存多呀 这小子惨了 今年他再跟人解释 都是这小子从来不换鞋 你的鞋租来的呀 好歹让鞋歇两天呢 今年啊出去玩 不管谁小臭都得他背锅 还有这个这是个啥呀 你好歹告诉我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或者他甚至是不是一个商品呢 甚至有一些欠登商家 直接他就把这个大礼包名字叫成 预奔袋 不再这么当本人面侮辱人的 但你说这福袋损吗 不道德吗 我搜了一下他的由来啊 福袋这玩意是在江户时代呢 做那个传统衣服的店里面 还有那个布头 年底的他这布头扔了那怪可惜的 存不存放到一个大袋里边去卖 这就是福袋的原型 所以这么想的话 其实福袋一开始最初的初衷 就是卖一些边角料 只是后来大家太卷了 给它规格上调了 现在你把福袋里边的内容 都印到了福袋外边 没有惊喜了 直接把震惊和失望写在上面卖给你 以前我拿你当傻子 还有点偷偷摸摸的 挡一挡背个人 现在我大大方方是当面坑你 没啥不好意思的 大家都是成年人 靠福袋清库存这种行为最损了 要知道在日本扔东西还要花钱呢 这家还有大袁种愿意花钱买走 那高兴死了 那说完这啥样东西可以买呢 也有推荐和规律 第一种就是刚才说单纯商品的福袋 咖啡的福袋 蛋糕的福袋 甚至方便面的福袋 同意产品同意类目 这种东西不存在什么失不失望 就是多少的问题 再一种就是限定商品 比如今年麦当劳跟户外品牌恰恰鸟 做了个联名活动的福袋 只有这一次的活动上才能买到的东西 这种可以麦当劳那福袋 也就是摇号了 抢不到 带着家人出去逛一逛 其实这个也挺好 行就这么点意思 对了 话说前几天有一个许久没有联系的人找到我 好久不见 有七八年了吧 一直有看你的视频和朋友圈 你和你家人看上去都很幸福 事业发展的也不错 这次想告诉你 我也要结婚了 我们之间有个遗憾 但是足够美好 感谢你 就不发情节给你 打扰你们的生活了 祝你幸福 你有没有其他想对我说的 拼多多年货节百亿补贴 不停狂补 现在打开拼多多APP 搜索82410 记住买东西先比价 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 关于日本的好吃的 好玩的好看的弹幕留言 私信告诉我就这么重粉 拜拜